要认识基本法 必须回到一国两制的册心 当年邓小平先生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 是在回顾国家的统一和领讨完整 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前提下 考虑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的实况 最大程度地保留香港的特色和优势 让香港市民的原有生活方式维持不变 这个戳新从来没有改变 也是中央一直以来 对香港特区各项方针政策的根本宗旨 按照这个不变的戳新 显而二见 主权问题不容讨论 港独主张不能容忍 在具体落实基本法时 我们必须坚守一国原则 正确处理特别行政区和中央的关系 维护中央权利 同时保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 我们在应用基本法时 也要同时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因为宪法及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限制秩序 宪法第六十二条第二项也列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 全国人大今年五月通过决定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 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法律 正正是行使宪法赋予全国人大的职责 其核限核法的基础是不容置疑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也有权处理 在基本法落实过程中出现的限制性的问题 过去几个月 香港就出现了两个特区不能自行解决的限制性问题 一个是特区政府因疫情的关系 把立法会换届选举压后一年 已出现了立法会真空气这个问题 另外一个是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 继续履行职责的第六届立法会 四位经选举主任早前才能不拥护基本法 不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议员 延任资格的问题 为履行行政长官依照基本法的规定 对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的责任 我先后两次请求中央人民政府 提醒全国人大常委会从限制的层面解决问题 做法符合宪法和基本法的规定 有理有据 不容外国政府或者是政治组织抹黑诋毁 有请权词 他是国家计判差者或是电 Eugene 听频道发生 发生什么〝ора指示亁